音语同路人 我们的嘉宾是郭永强校长 每一年我要接触的学生 我就有一个信念 就是跟他们相遇的时候不是偶然 你有了这样的理念的时候 你看着那些小孩 就算初初开学的时候 开校初期 是的确小孩都难搞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是被安排放在你那里 那时候你就做好它 所以我们看它的时候 就不是说这个学生最好不在 不是我教好了 最好他离开这家学校 我们未必能够100%全部都成功 不过我们就说我们要准备去做 我们作为基督徒老师 是有多了一点的不同 就是我们多了一个靠山 承邀请你收听 未来的音语同路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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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